看看這個方程組 我們看到第一條方程有四個跟號 不過不用怕的 我們只要細心點留意一下 就發現這四個跟號其實他們有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我們看看裡面的餡料 第一件東西就是x的平方加5x加2y減3 這件東西如果表達成右手邊的x 平方加4x加3y減2的話 發覺還在欠一點東西 就要補回x-y-1 這樣才會等到左手邊的這件東西 而關於第二件呢 就是x平方加x加y加2 這件東西也是 如果我們嘗試把它代表成右手邊的這件東西 就是x平方加2y加3的話 還差點東西 差點什麼呢? 就是x-y-1 我們看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第一件東西可以表達成第二件東西 再加少少咸 既然他們加的咸都一模一樣 這次就不想寫得太過複雜 太過天花籠鳳了 那全部我們用一樣東西來表達 那所以呢 我們不妨又叻數了 那我們叻 這個a呢 就等於x的平方加4x 加3y減2 那b呢 就等於x的平方加2y加3 那而c呢 就當然是剩下的這個x-y-1 那然後呢 我們就要看一看討論些什麼了 那上面的這一條式呢 第一條式就將會變成這樣的樣子 就是跟好a加c 加跟好b加c 那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 跟好a加跟好b 那然後我們需要討論的呢 那就是c的情況了 那有什麼好討論呢 那如果c大過0的話呢 那這一條式呢 我們就會知道 a加任何一個數 只要這個數是大過0的話呢 那我們發覺上面這條式呢 其實左手邊呢 就一定會大過右手邊的哦 那如果c小過0的話呢 那同樣道理啦 那就是a將要減一個數啦 再加跟好b又要減一個數啦 那永遠都符合不到題目等於的這個要求哦 那如果c小過0的話呢 它的左手邊呢 就會小於右手邊啦 那沒有辦法啦 我們夾完它之後呢 c既然不可以大過0 又不可以小於0 那我們得出c呢 就只會等於0的 那c只會等於0的情況呢 那我們又拿過來旁邊繼續討論啦 c等於0的情況 c就是x-y-1啦 那就是x-y這塊東西呢 就需要等於1的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條件啦 那再拉上第二個條件 拿起來一起出來討論啦 x-y等於1 那下面這塊東西呢 也就是x的一次方呢 就會等於2y一次方 寫在這裡啦 這個是x-y嘛 那我們將這個濕下去 下面的這條式道 那就是x的一次方等於2y-1 咦 那就帥仔啦 我們就會有關於x和y的這兩條方程了 那然後就化成一個簡單的這個聯絡方程了 這兩條線性方程呢 解完之後我們就將會變成 x等於3y y等於2 那就只有這一組解啦